郭老师啊咱们想叫个真儿哈 所有这个心疼都是气质型的吧 哎那可不一定 肝气淤结导致的心疼 只能说是心疼的一个方面 这个类型导致的心疼 它一定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跟情绪有关系 如果要是说跟情绪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肝气淤结类型的心疼 估计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合计了 说我这个心疼原来是跟肝有关系 肝有关系 跟心煮血脉嘛 对吧 藏神嘛 那我这个跟心没关系的话 我这个问题就不会太大 由于肝的问题影响到心了 如果你要是不注意的话 心脏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下 从功能性疾病就可能导致气质性疾病 到气质性疾病往往是没有回头路了 就是心最后也会有问题 对 那这样的心疼用这个佛手和香园 泡水就可以吗 香园佛手是疏肝解鱼的 它只对肝气不疏导致的气质有用 那对于活血它没有用 还得再喊人呗 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来呗看用啥 这太好辨认了吧 古老师 这也是一对CP啊 是不是一对药吗 对啊 对吧 弹食的朋友们你们看这眼熟不眼熟啊 一减肥 这俩一定要挂在嘴边的 一个是山楂 一个是荷叶 对于山楂的认识呢 往往就是吃肉食吃多了 吃多了 消化消化石 消化消化石 其实山楂的作用有很多 山楂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活血化鱼作用 荷叶呢 有化痰去着的作用 大家想想那个荷叶啊 是在哪一个地方生长啊 水里啊 在水里头 它在水里头 但是它飘在水上面 对啊 而且那个水 进不了它体内啊 是啊 它是有个排石作用 不管是多脏的地方 它本身干净 嗯 那就说明用它就能够去除体内的污泥着水 化痰去着的作用 这两个药呢 在一起配合啊 能够帮助香圆佛手 行气 疏干解瘀的同时 能够活血化鱼 还能够化痰力酌